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总觉得好像怎么锐气一下子少了很多 她是你的女神吗 我觉得这个时间和空间刹那之间给了我一个灵感 我有一两个学生坚决地跟分众对抗 分众在做一个行业是不幸的 我们根本不赢就竞争对手 那这几年我发觉分众基本都在吃老粉 我问您一个话你一定要坦率地回答我们 你错过江南春你后不后悔 您是文学界最会经商的 商界最懂文学的 商界很少有人出过这样一本书 还一直没卖出去 翻开积满成土的情谱 是谁点黄卷清灯 美人迟暮 十年归来 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 做客波士堂 精彩即将放送 商道尽道财经野人文欢迎收看由西班牙 黄世勇由贝蒂斯特级出炸 橄榄由独家冠名播出的波士堂 我是袁明 今天的这一位boss 我相信你不得不面对 因为每当你进办公室 或者每当你回家 每当你等电梯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的产品在你面前 无时无刻不再播着广告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江南春分众传媒董事长 25年前 他开始成为一名华之大的校园诗人 4年后毕业 他已是勇于广告公司总经理 在业界小有名气 2003年 他创办分众传媒 并成就了中国海外上市广告传媒第一股 滋滚的力量 让分众不断跑马圈地 日趋膨胀的野心 也让江南春遭受危机 垃圾短信事件 美国浑水公司质疑 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江南春 突然远离大众视线 直至2015年 分众借壳七级 成为中概股回归A股第一股 市值超过千亿 尽管如此 他仍有危机感 担心体量日趋庞大的分众 能否扛得住1400亿的定位与责任 那么这十年 江南春究竟经历了什么 当年的诗人霸道总裁 经过时间沉淀后 锋芒 是否还在 来 让我们一起掌声 有请江南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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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跟大家打招呼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新年之后回来 已经是中老年企业家了 原先都号称青年企业家 但是江还是老的辣 中老年企业家 必有一番全新的认知 来来来 请站到这里 来来来 还没坐的 这很自然地 就往红沙发上就坐 我告诉你 中老年企业家已经落伍了 我们的节目与时俱进了 不是想坐就坐这红沙发的 还能坐下去还不容易是吧 绝对不容易 现场你看到吧 40位观众手上有灯 只有他们为你亮起了超过一半的灯 20盏灯你才可以坐上去 否则的话 就只能站在这儿 我风度那么好 大家还没有人亮灯的吗 还没到亮灯的 还没有感觉 我需要讲那么多话 大家才亮灯 不自觉一点吗 中老年企业家 确实不太了解游戏规则了 他们要问几个问题 好 要过关才能那个 要看你答得好不好 先来看一看 左边这个 2006年6月10号 那一天的江南春 其实我不是这么打扮的 但是那一天 专门卖了一个 很名牌的这个衬衫 为了上这个节目 成本很高 谢谢 好了两三千块钱的衬衫 辛苦了我很久 为什么把他跟旁边 这位帅哥放在一起 长得也差不多了 2006年的6月10号 同一天 那天在德国的 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 是英格兰对阵巴拉圭 好像是开幕式 那天也是波士堂 第一期播出 所以当时我们好紧张 说这个收视率怎么办 最后呢 江南春的收视率 战胜了万人迷贝克汉姆 此处应该有掌声 对不对 十年前 张宋洋先生 也是波士堂的观察员 对 他当年呢 就看上比 实际是大 当年已经快60了 现在 所以现在你看上去呢 太多 就差不多 你觉得没变 没有变太多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像我们 张总所说的一样 这个十年 其实岁月 在我们江南春江总身上 并没有留下太大的痕迹 来看一看一条短片 注意到一些细节 他会给我们看照片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他小时候摆出的姿势 都是特别夸张的姿势 脚横地举到天上去 再给我们看一张照片 背后还有两个大字叫变态 那是1991年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说华诗大中文系的教师 或者是呢 我是个诗人 后来到92年南巡讲话之后 诗人跟穷人是差不多的词 所以后来我就改主意的 我就到93年之后 基本上已经摸透了 说什么呢 说那个 我要么说后面卖水产的 然后人家就看味道还可以 99个女孩假定都说 哎呀 你长得太爱 你长得太胖 或者你什么东西 99个女孩都不愿意那个东西 他最后一个 他也会满怀信心地去 再去见她 他随于这种 像我这样的人 在过十年之后 估计是像未见的 会被分众传媒这种 高速成长的企业所接受 可能就被抛弃掉了 我刚刚看到那个视频一对比 我就感到你眼神中 跟视频中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有了大叔般的眼神是吧 这也是把杀猪刀吗 江总今天给我们那些假象 他上来以后非常的萌 然后让我们不好意思欺负他 我其实在机场 看见过江总两次 每次都在斗志昂扬地和他的团队 在讲经不到 你们要重视销售 如何如何产生更大的效益 但是我今天现场看到江总呢 我总觉得 好像怎么锐气一下子少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西装 把你的锐气藏上里 锐气都是要被你们激发出来的 一定要激发 灯都没亮 锐气就出来了 这不是很容易 你看那上面多有感染力 你看过十年前那期节目 我对江总的评价 就是两个字变态 变态是改变消费者态度 所以做广告的人如果不变态 那这个后果就会变得很严重 对 百亿级企业跟千亿级企业 还是有区别的 你感觉到过去那个 非常意气分发的 诗人般的企业家 今天要承担一个一千亿的 你会感觉到 对一千多亿 那更多的可能是责任 所以变得更加睿智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显然看到沉重 黑颜色的吧 沧桑感的 对 压力会很大 对 原来就是蓝白色的 对 义气飞扬的 现在感觉暮起沉沉 其实你可以把西装脱掉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待会上桌了之后 我们再脱 一年前我看这个节目 他可能还会谈到 这个大学里泡妞 但是我相信这十年之后 可能他这个情怀 已经被这个上市公司 被压抑的估计 再也没有泡妞的时间了 很好 脚还泡不泡呢 脚都来不泡 现在也都不泡了 几乎不泡了 因为当年在节目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 说他谈事也要去泡脚 休息也是 开会也是 泡脚有啥好处呢 脑力激大 水温越高 整个脑力激发程度越高 所以这个泡脚 对于整个集团开会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集团的开会 都在洗脚店开着 我刚才不聊 他发现他现在这个泡脚 他不能减肥 他现在是习惯于 回家之前走路 现在就是走路 跟我开会是吧 晚上8点钟 在高雅一间地方 新国宾馆不是草坪吗 然后要跟我开会 就跟我一块走 咔 来回走 速度很快 你就说啥 赶紧说 然后来回 都绕个十几局 半小时解决一个 半小时解决一个 思维一旦带动速度起来 就走得就很快 虽然用脑力 去启发脚步的力量 再过十年 差不多我一看 我一万步快到了 好了 结束了 结束了 说功了 再过十年 是不是就得跑马拉松了 那中年危机才跑马拉松 就你不是中老年了吗 判断中老年危机 就是主要判断 要不要想起 晚上要喝点红酒 对 比如说要抽支雪茄 百天跑个步 要跑个马拉松 到纽约跑个马拉松 还是不行的话 要登个珠峰什么的 对 还有呢 就老师参加什么 小学同学聚会 大学同学聚会 这就是中老年危机的 这样子 但你这种 把大学同学 一直在公司里干活的 算什么危机呢 所以我们就不用聚会了 对 对 好 刚才从江总出场 大家觉得他的表现 让你们满意吗 愿不愿意为这个中年大叔 热血青年头上一跳呢 三 二 一 请亮灯 你看 都不好意思 都是不好意思的吗 都是全场亮灯 你很得意吧 对没有 好 来 请坐 十年啊 弹指一挥间 不过我想这个屏幕上的这一位 你大概永远不会忘记 她是你的女神吗 是我女神之一吧 为什么她会是我们江总的 女神之一呢 请看第二张照片 这是你吗 站在电梯口的那一位 我的同名 我在发现分众这个模式之前 为什么会看到电梯这个东西呢 最早是在太平洋百货 徐家会的太平洋百货 那时候是最热闹的 我当时在想转向媒体的时候 户外是我想坐的 户外这叫location为导向 好的地理位置全被人占了 你无路可走 所以有一天呢 我就在徐家会 太平洋百货门口 我当场看到很多人等电梯 这个门上口就梳起 当时这个产品叫Red Earth 我当时看 哇 门一关 这些广告 大家直愣愣地 站在这个时间 只能看这个广告 当一个人处在比广告 更无聊的时间和空间的时候 广告就成了内容 所有人目光尊重 看着这个书籍 也无处可逃 我觉得这个时间和空间 刹那之间给了我一个灵感 所以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想起来 把电梯门 全中国电梯门都刷成广告 结果呢 我就开始整个实践 我当时办公室 在国际贸易中心 虹桥国贸 我就去找虹桥国贸的 管部物业的总经理 他当场就摇头 说这个 这怎么干得了 根本不可能 我们一栋楼 才要多少钱的收入 要把你门全刷成这个广告了 那还了得 那我一看他不同意 我就说 那如果我在电梯门口 这么多人等电梯 很无聊的时间放个屏幕 来给你放点最新的电影 最新的手机 最新的展览会 这些东西 你会不会有兴趣 如果是这样 还可以考虑考虑 所以后来我们在电梯口 开始实践 咱们把电梯电视 再安在电梯口 今天一个关键词十年 毕竟十年过了以后 移动中断兴起了以后 只要有碎片时间 我马上可以拿起手机来看 在手机为主导的时代当中 所有的媒体都受到影响 比如报纸 大家受到影响了 那是致命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户外 大家坐在车上 公交车 地铁上 出租车上 80%人在搞手机 可能20%人在往窗外看 报过来 这个挑战更大 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广告也不用转台了 为什么呢 搞手机啊 大家已经很和谐地切换了 那么这就是手机 对所有媒体造成的伤害 但是呢 我认为 分钟已经是受伤害最小的了 为什么呢 它时间比较短 两分钟 它改变不了的 两分钟呢 你还可以 因为时间比较短 你看不了什么正式 第二是在电梯口 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 你一会儿进去 一会儿出来 你还得不能很沉静地 去看手机 因为看门开了不开 你的任务不是待在这儿的 你是要进电梯的 所以在这种场景之下 我认为影响比较 但如果你在等别人 比如说我在喝茶等别人 吃饭等别人 或者我坐在公交车地体上 你心理预期半个小时 一小时时间 然后你坐着 坐着动作后仰 这个动作很舒服 这个时候手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影响 是比较小 所以手机是把那些 本来投给电视的 投给户外的这些广告 都到你这儿来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 您说的助力是在这儿吗 最大的助力是 我认为移动互联网 给消费者带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信息过载 大家刷 刷了一小时之后 再想不起刷过什么了 第二个是手机 在刷的过程中 它选择题太多了 比如说20%人回去看电视 20%人看视频 20%人搞微信 10%教育小朋友 10%人在打游戏 还有我们这些的 在外面加班的 KTV酒吧 小平摩看电影的 我觉得消费者的选择 变得很幸福 人生有很多选择 但对广告主 大家倒过来想想 对广告主是个灾难 广告主其实最喜欢的岁月 是十几年之前 CCTV一股独大的时代 那时候怎么多都可以了 七八点咱就回家了 吃完饭去看电视 我一直说 有时候用户没有选择的时候 是广告主最好的选择 但什么地方还是没选择呢 等电梯没选择 上班没选择 下班没选择 所以我认为 分众其实创造了 一个独特的场景 这个场景在必经之路上 在一个封闭式的空间上 形成了在那个时间上 你当时没有选择 这时候广告 成为最好的选择 每天都要进电梯 上上下下 那知不知道 做电梯广告的 分众传媒公司 长什么样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 欢迎来到分众传媒 一进来一定是要做广告的 中国4亿人口2亿看分众 引爆主流投分众 我们这个机器不仅在放广告 它其实是可以互动的 比如说你点开微信摇一摇 好 我要摇一个红包出来 它马上出了一个红包 也中了一个千元的福袋 今天因为都是周末 所以大家都正好休息 我们现在开始人性化 保护员工 可以周六周日可以休息 平时员工工作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标语都是什么呢 人都是逼出来的 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世界上最遗憾的是 莫过于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尽力奋斗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 你才去坚持 而是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 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 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 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 这世界是很公平的 我们可能到处都是这个标语 老板 这是要逼死人的节奏 各分公司都有一个驿站 干嘛的呢 泡咖啡 喝饮料 坐着小聊一会儿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是读中文系的 特别喜欢这个稻子 我觉得以前我们看孙子兵华 讲什么呢 叫道天地降法 天是什么 是时间窗口 地是什么 地是渠道 降是什么 降是团队 法是什么 是用营管理 道是什么 中文系上得道多助 失道寡注 道就是人心 天地降法 对一个公司都设备重要 但道最重要 所以所有公司 最核心的经营中心 就是掌握用户的心 好 大家鼓下掌吧 季总 我来问一下 贵公司看着挺眼熟 十几年没有挪过地儿了 从没上市到千亿 还在那个地儿 对 这样的公司也不多了 2012年搬的这个楼 已经14年了 为什么不离开那栋楼呢 电梯特别慢 贵公司的企业文化太强大了 听说您一年呢 现在呢 这个除了回台湾呢 就在全国各地乱飞 依然担任这个 超级销售员的这种伟大角色 你是你们公司 销售额最高的一位是吧 我记得 我没有指标 我记得十年前 他就说过 别人谈不下来 他一去就谈下来 对 然后 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好不容易开个 年会 任何公司 年级派对吧 就是老板抽大奖了 老板发红包了 很开心咯 他把人 所有人 集中到一个宾馆里面 所考试 这个题目是考什么 道法天地人 还是考这些销售 主要听说是考销售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培训 都已经改变了 我们最近在培训 经常培训道天地降法 这是为什么 那天来采访我 我直接就说出来呢 因为我每天在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让 这些客户知道什么叫道 我认为一个企业 最重要的道 是在消费者心智中 建立一个差异化的价值 今天这个社会 最大挑战是什么 中国转型升级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所有东西都同质化 一旦同质化 你就产生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价格战 就是补贴战 最后 大家都生活得都很痛苦 所以我让我们的同事 看到很多的广告 一看 它如果不构成在消费者 穿不进消费者心智 创造差异化的价值 我们不能借这个广告 所以我觉得是要 培养我们的同事 对于如何创进 差异化的价值 你要么封杀品类 要么封杀特性 你如何抓住时间窗口 如何饱和攻击 在消费者心智中 创造一个词 我认为所有公司的成功 它都独占了一个词 对吧 滴滴等于专车 神舟等于注册 饿了么等于外卖 比如说这个OPPO 是一个拍照的手机 Vivo是个Hi-Fi手机 精力是个超级续航的手机 商务人士用这个华为手机 小米是个性价比手机 你看每个人都独占了一个词 如果你不能独占一个词 但是非常危险 他曾经有一个讲课 他举了一个例子 是香飘飘奶茶 原来感觉奶茶是热的 好像你其他时候 除了冬天以后喝 你夏天就不能喝了 但人家在改了 就香飘飘奶茶 是小困 小饿的时候 可以喝这个东西 他就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了 那么这个从主观上的话 他能够帮助客户一起 就建立他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就是这个品牌价值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可能是一个扩展的 一个品牌价值 你叫全体员工学习定位 对 然后全体员工学习定位 学习如何帮助客户创造 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 在这个时候 你才能让他来做网告 季总 在公司里 如果我们的江总 天天给大家这样 滔滔不绝 灌输 说教 洗脑的时候 你们需要记笔记吗 是这样的 十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他会用高科技了 十年以前 他不是不会用电脑的 用什么 他不会打字 像这种说教 是一个一个打电话 跟你说 现在简单了 他会玩手机 微信 拉一个群 白天不说 都去工作 12点以后 他还是一个人 只能说59秒 如果我想幸亏 只能说59秒 但是59秒可以说个 二十几万 然后 然后你们一定要半夜里 对 听完以后 还要马上回复报告老板 我听多了吗 然后这个 在我们公司有名的 这叫 午夜兄灵 他没有 他没有说出 真正高科技的 自从我会用了 叮叮之后 又不一样了 我发觉他可以 叮别人 比如我讲了二十段 对吧 他点不点开 微信没法知道 他点不点开 对啊 叮叮地发出去的内容 如果没有人看过 他又一百多人没看过 我就再叮叹一下 还有我觉得 更凶悍的方法 是你讲完二十段之后 然后直接按那个 听出之后 他的手机全响了 想完了之后 听出来就二十段 可以咔咔 把六段话全部复修一下 这个传达多有效 这就是强制性的传播方式 所以江总 你说这个 希望分众是一个 产品驱动性的企业 那其实我们看下来 我们都觉得 它这个销售驱动性的企业 没有公司可以靠销售驱动 但是呢 我认为所有的是 当你产品有价值的时候 你的销售一定要掌握这个价值 传递这个价值 那现在分众价值 就等于电梯是吗 应该这么说 分众就定位在电梯美景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阵 就所有的年轻创业者 都想找到一个 像电梯那么引爆的场景 比如说厕所里边的 那个洗手镜子 车子上面的 座椅背后的这个瓶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 做起来之后 卖给江南春 其实我很少去收 这种类型的 就是学习分众模式去做的 我非常了解这个模式 因为我认为 电梯是核心场景 他们没有明白 那些次要场景 在这个社会上 是很难成功的 我做一个类比 就是出租车的广告 之前有一家公司 叫触动传媒 它曾经估值非常高 但是现在却面临着 严重的亏损 我想问一下 它已经破产了 对 它已经破产了 对 那如果您当时 是触动传媒的老板 您会怎么做 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你们为什么不买这个公司 应该这么讲 我第一天不看好这个行业 真正懂媒体 是不会做的 为什么 一个屏幕啊 出租车场 它一天35个人 17个都在后面 17个都在前面 所以你投资一个屏 只能付17个人去收市 是收不回成本 它的CPM成本一定太高 当你的CPM成本 比电视高 你没有生存的可能 你必须比电视 成为电视的三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 才有生存的可能 一般性 我们投资一个屏幕 收市人 大概要500个 到750个直接 它才能使得 成本回报率 才是最高的 过去叫生活圈场景 现在叫什么 我自己做了一次 定位的梳理 我认为分众 应该更精确地定位 在一个更 更能够消费者 有感知的东西 别人喜欢做东西 都是把自己说得更大 我不是 我把它落到最核心的 消费者更容易联想的 说分众是什么 分众是电梯媒体 所以我觉得未来 就是电视 电梯 互联网 三种媒体 吕老师不是很同意 电视 电梯 这样的话 还有很多 电脑 一共在三种 就像我十十年之前 做分众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起 分众电梯媒体 变成一个 中国第二大的媒体公司 没有人敢想象 就像我们十几年 二十年之前 想王老吉 成为中国最大的 四百亿的凉茶企业 超过所有 可口可乐等等的总和 你无法想象 对吗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 今天大家看 电视和网络 两个最主要的媒体 电视的媒体 就是主流人群 慢慢地流失 这是一个问题 电梯其实覆盖 主流人群的 两三亿主流人群 随着电梯的扩大 城市化的扩大 我认为它会覆盖 五六亿的人群 最常规的生活路径 很多人 不太懂媒体的人 他认为网络 现在是主流媒体 当然网络是主流 它是主要资讯模式 但大家在看 很多新闻客户 微博 微信 都是看内容 引爆了王宝强 引爆了乔润良 但是真的引爆过 什么品牌吗 消费者 今天你看了那么多 新闻客户 里面广告是什么 我恐怕很 它是一种精准流量分发 价值非常好 你看到最近南京 有一个判案 业组委告小区管委 说您没有权利 把这个车位卖出去 您也没有权利 把这个车位租出去 因为我们买房的时候 我们分摊了 理论上所有的 这些公用地方 就是收益我们 大家都 是属于我们的 对不对 法官判例 这个小区业组委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这么好的一个到达率的 一个媒体 这个法律上持续性 这家公司会怎样 我认为这些 都不是我认为的 最主要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 物权法等等方面 都会使得 这个收益的最归属权 回到业主 其实不是很小的数字 如果你回去问一问 你房子的物业 收了多少钱 你会感觉 心里得到很大的满足 因为我们付给 现在付给物业的钱 还是很大的 中国也有个别的楼 它不愿意接受 也没关系 你走到写字楼 还是会看到 走到电影院 还是会看到 其实中国主流人群 要越过分众的视线 其实并不容易 但分众我觉得 是怎么要把 这些广告的内容 做得更好看 更吸引人 这种分众的广告的 这些客户 要能够说出 差异化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知道 饿了别叫妈 就叫饿了嘛 消费者觉得我可以 不要让他们感觉 这是个广告 而是创造了一个 有价值的信息 我可以叫滴滴打车 最近看到很多的 新的新经济品牌的崛起 它创造了全新的价值 而这些价值 都是通过分众 去传达给大家的 当这个嘉南村 吃了第一只螃蟹以后 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 哇 这么好的一块宝地 我有一两个学生 在西南 在其他地方 坚决地跟分众对抗着 我是一个地方一霸 所以无论你去影院也好 你去哪里也好 你现在要收购都不容易 您要去租到这个媒体也不容易 分众在电梯电视 拥有98%市场份额 如果还有人去做 那是他肯定思路有点问题了 做我们这个行业的 几乎没有人营收 大概在我们最多一家 有50分之一 就是跟我们做一个行业的 所以我觉得跟分众 在做一个行业是不幸的 我们根本不研究竞争对手 我们研究不同的电梯里面 比如说奔驰汽车 要做6万块以上一平方的楼 抛下去就做2万块的楼 比如说这产品只在加勒夫有的卖 我们只给客户做加勒夫旁边 3公里之内的小区 这比如说它是国美苏宁 要做广告 我给他做刚刚交楼 入住于第一30%的 或交楼之后10年以上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跟百度的联手 我们在研究百度云怎么做 每一栋楼背后 每个小区背后有个经纬度 大家用手机百度搜索的时候 它就会被定位 所有搜索过的所有的内容 都跟这个经纬度有关 那么我们就会做了一个分析 发现新河湾对母婴关键的 搜索概率高 还是汽车 还是P2P理财 还是我们不研究个人 因为个人是有隐私问题的 但一栋楼 一栋写字楼 或者一栋社区 到底消费者对 比如汇氏奶粉搜索概率高 还是对奔驰汽车搜索概率高 我们都了解 所以我们在背后 对不同的楼 发了不同的广告 靠着大数据精准投放的分种 以实现中国95%的电梯电视市场份额 然而在回归A股之前 美国人并不能理解这种商业模式 江南春认为 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企业里 只有两家是原创 没有美国企业的对标 一家是阿里巴巴 一家就是分种 作为江南春20多年的好友 也是中国较早的一批风险投资人 张苏洋为什么就没有投资分种传门呢 张总 我问您一个话 你一定要坦率地回答我们 你错过江南春 我没有投他 因为你跟他很少认识 对不对 你后不后悔 这是肯定后悔的 当年鼎汇老吴 他问我 说该不该投你们 我说是可以投的 他能问我说赚多少钱 我跟他讲 我说至少六倍可以赚 他说这个我就可以投了 他说我弄不懂 他说我弄不懂那个新东西 结果呢 结果老吴资赚钱了呀 他赚了几倍 孟昌智赚钱 孟昌智不几六倍 他二三十倍 我为什么不投呢 关键问题是这样 你看我跟他谈的时候 你把他价值估高 我对不起IDG 我把他压低 我对不起他 我去做这个男人干嘛 这个朋友就很威脸 这就是这样 后来不是我谈 是过去红 后来谈的稍微多一点 后来我投G7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就聪明了 我说咱们就投多少钱 然后的话呢 下一轮融了以后 你给我一个折扣 这样大家都可以 这就公平了嘛这个事 所以当年就这个事 当年就是不知道该 多少钱合适 我这个人脸薄 十年以后他肯定更后悔了 现在江南生 做了很多新的布局 他也投了美国一个什么 运动娱乐的 时尚的一个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公司和体育公司 OK 他也投了什么小额的贷款公司 电竞行业 体育社交平台 互动等等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 你觉得分众投这些 投得对不对 其中一部分的话 我感觉到 他的将来的一个 或者上下游 或者是他相互达成一个 互相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利用 这是可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其中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可能是纯粹的是属于财务投资 我听说他还投了什么充电桩 投了一个什么做眼镜的 3D打印眼镜的这些公司 我个人投资非常多元化 我对所有新兴的行业 电动车 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 包括你所说的VR眼镜 我都有兴趣 但是对分众投资 我是有纪律的 其实我们分众的布局 简单来说是三块 一个是做媒体平台的分众 一个是做内容平台的分众 第三是做金融平台的分众 那么我们主要是做 这两件事主要做前两块 因为我觉得广告主要 传播品牌只有三个要素 要么融入社会重大事件 和社会重大话题 就微博 微信 加新闻客户端 你创造事件 创造话题 做公关 做植入 第二就要融入社会重大娱乐 波士堂 这个是头部内容 那是重大娱乐 谢谢 融入消费者最核心的生活轨迹 比如说消费者 像商务人士 生活轨迹是公寓楼写奏机场 如果是时尚的fashion青年 公寓楼写之后电影院 如果是一个快销品 公寓楼写之后卖场 这就是核心生活轨迹 那分众其实已经把 核心生活轨迹已经抓住了 但是广告主这么多预算 他要去哪里呢 还有一部分 就是去投资头部内容 中国的广告主 都是想去投资最好的节目 做冠名赞助商 投资最好的剧 投资最好的综艺栏目 电影 最好的体育节目 我认为这叫头部内容 那么分众就要进入到 这些头部内容市场 而且是分门别类 比如说对于15岁到25岁来说 什么是最好的体育 电竞 比如说当你拥有王者荣耀 拥有英雄联盟 穿越火线 皇室战争 部落冲突 我在美国可以看到过一个数字 英雄联盟的总决赛 收视率超过NBA总决赛的收视率 这说明什么呢 15岁到25岁 最大的根本不是篮球 根本不是足球 而是电竞 中国是个游戏更发达的国家 所以你对电竞的布局 是对15岁25岁受众的布局 就像我10年之前布局 影院广告一样 第二个部分 咕咚 你看15岁到65岁 像我这种人都在跑步走路 那咕咚这样的体育运动的兴起 作为中国最大的运动社交平台 咕咚的崛起 那我们需不需要投资 WME ING在全世界是最大体育公司 包括在中国奥运会时候 ING是来帮助中国一块来筹办奥运会的 那么它在温布尔登网球赛 拥有全世界很多的IP 那么全世界很多的运动员都在其中 那么对于我们的 在全球运动市场的IP布局 是有价值的 那这都是核心内容 我认为把这些头部的IP 赛事内容组合在一起 把分众的广告主的资源 分发到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呢 分众面对这么多 这么多5400个网络组 在跟分众做生意 那么我觉得他们还未被满足的 我们如果创造了 投资了这个内容的话 我觉得会把广告主 跟这些内容平台 做更多整合 电梯媒体 我坚信它能走到300亿 但我同样坚信 我们做这些头部内容 还是能做出创造出 另外几百亿的广告收入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将来就是很难避开 江南春的存在 你刚刚说电竞 你会让你7岁的儿子 玩电竞吗 其实不是你要不要 他玩电竞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电竞已经几乎是18岁 如果大全市市场的话 男生电竞市场大概 玩电竞的大概是 百分之六七十吧 我愿意不愿意 这件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一定会被卷进 电竞了浪草的 这是已经必然的 将来的分众应该是 叫分众家 户外广告变成一个户外媒体 户外最大的优势 其实它是跟人 是最近的一个距离 我基本思路是 学习移动互浪 并且跟它相反走 我认为移动互浪 创造太多选择 我们反方向走 但反过来说 移动互浪产生了很多技术 还是很值得去采用的 云计算怎么被采用 什么样互动技术被采用 比如我们新一代 一月份出来的 新一代技术里面 NFC直接可以在上面扣钱 比如说吴亦凡生日 我们的粉丝愿意 他就低钱扣七块七毛钱 在七月七号 我在多少万个屏 全部是祝贺吴亦凡生日 我认为这跟消费者之间 跟粉丝之间 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 这些东西 我认为都是有很多种可能性 确实移动互联网的那种连接 万物互联的时代 一定会是 我们先站庄 把location站住 消费的必经之路站住 但是它跟消费之间的关系 如何变得更加密切 很有想象空间 但是未来会不会出现 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 大家等在电梯 大家就站在电梯口 根本就不回家 也不上班 因为太好玩了 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公司 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媒体 都学你 停车闸 一个媒体 我有的时候开车 晕啊 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度 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面 花的时间已经比国际的水准 平均要高出好大一块 这个每个人都在低头 我不知道 未来我们的人 天是怎么样生活 我觉得一个企业 就像教授所讲的 一个公众公众公司 它应该承担怎么样社会责任 我想我们在11年之前 开创的爱佑华夏 它已经是福布斯排名第一的基金会 那我们赞助的美丽中国 那又为什么 我是教师出身 我没有旅行 对社会善尽 我应该作为一个教师的义务 但我可以让更多的 华东师他的教师 和什么和学生毕业之后 来到那些地方去做教书 两年之后 你都可以到分钟来工作 好 江总 来 请站到舞台中间来 根据我们的游戏规则 在商业部分的挑战当中 现场的40位观众 对江总刚才的应对满意吗 满意 请亮灯 三 二 一 全部亮灯 为你鼓鼓掌 接下来我们谈谈情怀 谈谈人生 江总也 他的母校是华东师范大学 是一个培育园丁的圣地 来看一看 重回华师大 1993 我读中文系 原来这个华东师大叫大厦大学 很多的历史最著名的文学家 都在这个教师上过课 这个是我们以前读中文系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这个楼 叫文史楼 现在叫群贤堂 最有特点是这个阳台 据说这个阳台上 徐志摩经常在那边挥挥手 所以我们经常去模仿徐志摩招手 找找感觉 鲁迅据说也经常到这儿来做讲座 鲁迅同志在这儿 这个讲课的时候 整个草坪全是人 这个呢 是我们的以前的校大礼堂 我以前是 华东师大夏宇师社的社长 那每年都要搞五月师会 我觉得要搞一百张广告 放在什么地方呢 从女生澡堂到女生宿舍门口 就是因为写诗歌的都是男生 吸引的都是女生来 所有的这些女生 将会路过的生活轨迹 全封杀 最后呢 引发这个女生 怎么能够填满一千个人的 校大礼堂 其实我并不能被称作诗人 或者诗歌工作者 事实证明 我无法远远地背弃彩旗的天空 仅仅拖着一个信念 摇滚向前 以前大学时候一直写诗歌 后来有一次呢 就是人家找到我 说你帮我们写个广告语吧 五个字的 最后呢 赚了一千块人民币 我活着 写着小诗 仅仅出于怀念或者想象 更多的时候 我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就如同我今天坐在 欲望的灰烬里 看到目的 急变 以及通宵达旦 努力的意志 我有时候会到华士大学走一走 我觉得这种感觉呢 就是觉得要有一种感觉 就是nothing to lose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得到一种平静感 看完这个VCR您是文学界最会经商的 商界最懂文学的 商界很少有人出过这样一本书 还一直没卖出去 现在还只销 商界最失败的案例 刚才大家听到这个很抒情的 那个诗一般的语言 其实来自于这本书 我们就顺手从这本书里翻出了一些词句 什么少女 失眠 冬日夜晚 死亡和爱情一样 并不值得信任 先锋诗歌 中文系那个诗歌的感觉就是 把几个不搭尬的词放在一起 然后就凑成了一个先锋诗歌 你知道我们以前写广告语怎么写出来的 以前我们写 要吸引女生来听我们的五月诗会 半星都会写 用一枝玫瑰堵住你燃烧的嘴唇 然后完了之后笑大了一趟 还有一些上 说你向一夜宿涓在空中打开 裹住翻飞的尘土 在空洞的山中坐下来流泪 五月诗会邀你一起流泪 郑总总 小记 在年轻的时候 江总这一套能够打动女生吗 基本上不行了 所以才才会改行吗 他一年级的时候曾经 听说另外一个班 有个女生很漂亮 他都没见过那个女生 就为他写了很多诗 写诗 情诗 这女生看到了说 一个江南春的人给他写了封诗 当着全班所有的念出来了 然后愣到费子路去了 非常失败的案例 现在估计很后悔 如果他当时看了之后欣喜若狂 我今天会很后悔 我想问问是怎么追到我们这个台湾美女主持人这个老婆的 我念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李玉的 李后主 我最喜欢李后主的诗 不是你给佳佳念了一首李后主的诗 没有佳佳听了最后都想睡着了 就是不喜欢搞这个东西 佳佳的这个很多论文都是我帮他辅导的 在你青春的时候不做诗人 是不是你这一辈子就没有成为诗人的可能 我说诗歌是什么呢 诗歌就好比是长青春痘 青春期的时候就要长青春痘的 出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忘记了 所以我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好 要听他朗读吗 读一首吧 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我写的诗歌 这个诗歌是专门为我内心最崇敬的 李玉 李后主席的 其实我觉得我的写法深受它的影响 这个诗的题目叫《适者如斯》 《适者如斯》梦回南朝漫步 翻开积满成土的情谱 是谁点黄卷青灯美人耻目 与昔日存放的幸福一见如故 《适者如斯》梦回南朝漫步 躲开一一惜别的青树 是谁用竹篮打水 同静照书 让悄然丰满的爱情成为陌路 《适者如斯》梦回南朝漫步 经历极度欢爱的虚无 是谁又策马西行 拔剑四顾 在欲望的脉地里 引下来世的毒 我在后台听得有点不太真切 我是描绘了李玉 李后主 我在模仿他的心态 在他国家败溃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机会 我感觉这个是如果用来形容你08年当时有一段这个事业突然进入低潮也有点像 是 你有想过自己人生意气分发的时候突然到了一个谷底吗 我觉得很多的人生的起伏波荡啊 其实这回过头来看 它是真正人生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这个生活最重要的是讲浓度 其实你是跌到谷底也是一种浓度 上到空中也是一种浓度 江总一直讲过一个故事啊 说吃面的故事 他就去了一家店就吃面 说那个面很好吃在台湾 他那段时间都在台湾 然后那个江总就说 你这面这么好吃 为啥不去开连锁店 你可以赚钱 你开很多连锁店 开了连锁店之后 我再帮你搞上市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因为那个时候思维都是这个商业思维嘛 就是往商业模式上去考虑 然后这个大师说 我从来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想把这碗面做好 然后你会大家客人会觉得好吃 据说这个赚钱顺便 它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赚钱顺便 为什么打动你了 我觉得我08年走到台湾的时候 因为台湾是个比较平静的地方 节奏比较慢 所以你去吃面 跟很多大师讲 就是他很多时候给你一句句子 我当时觉得那太 听起来太高调了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赚钱顺便 但是我回来回来想一想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时候 赚钱是注定的是顺便的 但如果你的价值观是说 人生以赚钱为目的 最后破产是顺便的 是注定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因果的道质关系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你要回到 如果是用商业的语言上 你要回到用户价值的创造上 如果所有不能创造用户价值的 只是所有的变化 或者你所有的资本的运作 都会毁于灰尽 十年弹指一回街 再度来到波士堂 江总给了我很多启发 这个十年你可能走了无数的高峰 也走到了无数的低谷 但是你如果每一步都能够 认认真真的去走好 都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这十年下来 你的积累可能就已经在一个 完全的高度上 好 我要来做一个合格的代言人 尽心尽力服务我的客户 所以一定要用 贝迪斯特级出炸橄榄油 西班牙黄氏用油 为你加油 虽然已经是中老年企业家了 但是还希望你心不老春常在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东方企业家 新浪微博新浪财经 中心网大声网 优酷土豆 爱奇艺搜狐视频 PPTV 华树 青天FM 喜马拉雅FM 凤凰FM YouTube Radio 以及2345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